大家好,我是Stan 一代PoA,二代Sonyoside,三代Red Velvet,四代Espa 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代表K-POP各年代的女团成员们 如果组成一个复仇联盟级的女团的话会怎么样呢? 昨天晚上11点,SN娱乐突然公开了女团Girls on Top的预告照片 啊?G.O.T? G.O.T是PoA的代表曲Girls on Top的缩写 而在公开的照片中能看到 PoA,Sonyoside,Taeyeon,Hoyeon,Red Velvet,Silgi,Windy,Espa,Karina,Winter等7个人 首场舞台会在2022年1月1号举行的SM线上演唱会 出道新曲会在1月3号公开 啊,18,疯了,太高兴了,都想哭 真的这样发表新曲 哇,各团的舞王各王都聚集在一起了 以主舞主唱都能胜任的万能博阿为主舟 两边都是各团的主唱主舞,疯了 还一半以上都是主唱,看来SM是完真的了 女版SuperM,哇,真的太厉害了 出道20多年了,在这组合里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而且实力也是最顶尖的 希望能跟SuperM一样一直一直出来 太阳跟Wendy,这组合不能不爱 然后也有这样的反应 这组合虽然不错,但是希望只是一次性的 应该是一次性的 要不然对世界观是那么真心的SM 不会不制作logo的 队长婆 主唱婆,太阳,Wendy,Silgi,Winter 主舞婆,表演,Silgi,Karina 大家希望是一次性的呢 还是希望能持续发表新曲呢 SM的企划女团Girls on Top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大家喜欢吃韩国泡面吗 在韩国最受欢迎的泡面当中 从上市开始就一直维持着前10名的排行 而2020年 韩国的皮皮皮皮皮市场规模 是1400到1500亿左右 跟2015年的757亿相比 成长了两倍左右 其中 占据了皮皮皮皮皮皮市场的意味 而很多网友们认为 这耀眼的成绩背后隐藏着 蓬汤酸酸蛋的努力 常看蓬汤酸酸蛋直播的人应该能发现到 成员们真的非常喜欢吃 连续吃了三天 怎么也不腻呢 我们一直在吃一样的东西 但是一点都不会吃腻 先跟大家说一下 蓬汤并没有代言这款皮皮皮皮皮 是吃足于内心的喜欢 甚至蓬汤酸蛋的成员们 也是第一个在韩国散播牛排加皮皮皮皮皮的人 就这样连续几年 免费成员拍豆皮皮皮皮皮 宣传大使到蓬汤 第一次说出了真心话 昨天吃了两个之后 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 但是只吃一个的话 就会感觉有点不够 只要是韩国人 就一定会认同这句话 希望能制作1.5倍的皮皮皮皮皮 赶紧占领这个市场吧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吃一个会少 吃两个感觉有点多 cœrdマ 是时候报答恩惠了 我也是看蓬汤吃皮皮皮皮皮 后买了很多来吃 因为他们皮皮皮皮皮 加牛排变成了我的灵魂食物 结果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 iziert公司对媒体表示 因为工厂问题 1.5倍有点难 但是会在明年二月底三月出 生产增量1.2倍的皮皮皮皮皮 终于实现了RM最棒 谢谢你RM 我也一直觉得一个不够 但没有自信吃两个呢 RM的一句话实现了我们的梦想 这个里面看着说 这个事情已经好 就一跳 竹子 做用心 你的筷子 怎么办 英雄 鸡蛋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